大家報告了,但是因為種種的因素所以課沒有開了 所以來跟大家報一下我們最近的講述 那這是總統北黑客松這次使用了一個比較新的投票方式 叫 From Trading to Volting 那中文翻譯叫做 平方投票方 那它的投票方式是每個人有99點 投一票需要1點,兩票又需要4點,三票就一共需要9點 那透過這個方式來避免大家來灌票 那當然這個投票已經結束了 但是因為結束了,所以我可以把相關資料放出來給大家參考 一個是我們投票的時候,其實上面就有 特別提到會以匿名統計無存 識別特定當事人的方式來供研究者來申請使用 那當然這個是測試也免已經不記錄了 那這個最後下面這個原始碼會以 Dithub,以MIT license發布在Dithub上面 那這是我們總統北黑客松的那個投票的頁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選項真的非常多 因為我們的主管團隊非常的用心去拉了很多頻率 突然讓過來,結果就變成了選擇困難 再加這個投票方真的很困難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總之這個東西就是拍板給大家使用 這是一個新的投票方式 那包含前方程式嘛,大家未來要怎麼去優化 或者是相關的資料群去做研究都可以使用 那Dithub是放在這個點進去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Pilis的Github 然後就給大家做這個相關的產品 好,大概是這樣,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